稍微走了一下 慢慢的 然后 深呼吸 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气息 但是也很奇妙 我的心 就会慢慢的静下来 就是会觉得安静下来 也变得更安定 那我觉得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磁场 就是可以让人静下来 那其实我原本就非常喜欢 这个故事的剧本的内容 那有很多精彩的细节 我在这里就不细说 那之后我们完成作品的时候 再请各位领导 跟各位观众慢慢的评仇 那昨天我在走路的时候在散播 我突然想到 一个一场戏 一个片段 是米罗 在跟炎龙说的一个 希望他要珍惜现在 去把他 觉得爱的人 他喜欢的人 要珍惜要把握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你知道 什么是来世吗 下一秒就是来世 明天 就是下辈子 一个转身 就是另一个世界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 珍惜这次的缘分 把这个作品拍好 说好 好不好 谢谢